那这几个月季呢 很多画友看的怎么那么惨啊 这就是今年我们拿来 室外露天 冬天嘛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是冬天了 然后搞的测试 有几个品种啊 它的耐寒能力真的很一般 就是阳台系列的 这个叫香奈尔阳台 它的越冬能力很一般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香奈尔阳台 还有这个叫假日阳台 越冬能力一般 这些个呢就比较哇塞了 就是这个叫白鱼宝石 你看这个还比较可以的 然后呢 这是出装 就说什么呢 阳台系列的 好像都不怎么耐寒 其他的还都好一些 这就是 你像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今天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我想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月季的品种 你不论是任何人去培育 他需要很漫长的一个时间测验和过程 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做这么几年 也没见你培育一个品种起来 他不是没培育了 是培育了 但是呢 他不适合花友们去养 很多的品种都能养 你也可以问一下 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些养花大神 他们也会告诉你很多的事 就这个品种 你可能看起来很哇塞 他可能有的是 不抗病 动不动就得病 要么呢 就是一过个冬天就嘎 又或者是他的 这个开花不稳定 他需要怎么怎么很严苛的条件 所以说呢 懂这个事就行了 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们这个冻伤了还能恢复过来吗 没问题的 你看它虽说冻伤了 你看这种小花芽 是吧 它都在长 没事的 这叶子它该掉就掉 不过我现在搬到这个大大棚里面了 最冷的时候也有零度 但是会比外面好很多 一直跟华尔文说 月季虽然说有一定的跃动能力 尽量的还是搬到阳光 比较好的室内会更好一点 好的 觉得不错 记得点要关注 关于月季的一个事 给大家叨叨了一下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错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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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